今天首先上榜的人物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新加坡是提倡高薪养联的国家 可是眼下全球经济都不景气 新加坡的高薪政策恐怕也会受到一些影响了 新加坡的公务员明年都将会减薪 而身为总理的李显龙不仅也要降薪 还降的是最多的 李显龙的上榜理由是 新加坡总理带头减薪应对金融风暴 APEC会议上李显龙刚刚与各国首脑商量完 如何应对金融危机 新加坡政府最近就出台多项应对举措 其中之一就是明年将会削减公务员薪酬 其中高层官员将减薪16%到19% 李显龙今年的薪水是376万薪元 是美国总统布什的五倍 但明年他的薪水将减到304万薪元 降薪幅度达到19% 在李显龙的带领下 他的家人也加入到了减薪的行列 他的妻子何金是新加坡最大的国有投资企业 资金规模达1300亿美元的 淡马锡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 本周淡马锡也宣布 合金等高管明年年薪也将会减少25% 除了李显龙一家子 新加坡各部部长明年的年薪也将会减少18% 国会议员的津贴将会减到19万薪元 削减了16% 新加坡贸易部21号称 新加坡经济今年的增幅只有2.5% 比今年10月份预期的3%有所降低 而明年很可能会继续衰退 2009年的增长率可能仅有1% 新加坡政府向来以高薪吸引人才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部长级的官员年薪都高达百万薪元 但这对目前的新加坡经济增长造成了一定的负担 所以政府采取了减薪措施 你不看到话是这个人心里的帮助 因为每个人都不过来 这种东西对新加坡蒲大土做成的